摩托车被撞到倒地 不仅后照镜被撞凹 车上物品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一旁站着一匹无辜的马 头滴滴 原来他疑似就是肇事者 被撞伤的71岁耐心妇人 骑车返家途中 发生车祸 人车倒地 妇人膝盖受伤 肿痛警方到场处理 却只见到现场出了一台倒地机车 和一匹马 妇人点名 马就是肇事者 让远景当场 也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人 他没为什么 卖流出来 他没为什么 怎么回事 他人在来 打开 打开 它才打开 赖心妇人声称 自己当时 骑车行进养马的铁皮屋外 马主人要把马牵出来 但是马头朝内 马屁股朝外 马主人把马倒推出来的瞬间 撞到骑车的妇人 但是马主人却说 错不在马 是富人自己摔车 其实这批重达700公斤的马 被镜头关注不是第一次 之前马主人会牵着他上街载客赚钱 成了新闻主角 这回他疑似成了撞人的罪魁祸首 富人把矛头指向马 离奇车祸的责任归谁 就得看警方怎么还原真相 记者林医生刘一璇一览报道